会分成1,我会把它截图啦,放上去2,3 就是一个头尾,最后这个地方会扣掉一个字,因为钱瓜糊那个位置要扣掉 然后再来就是value要怎么把它去掉 特别注意,如果说你要把那个value的值扣掉的话,其实方法很多啦,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用逻辑函数里面 的isale这个,那isale这个,实际上它主要就是说,如果你有相关的错误讯息,包含就是value,其实或者是 看函数那个说明里面有没有特别提到 之前的话,除了用isale之外,会用到另外一个就是,我看看是不是就是 这里面 他应该也会提到,有哪些错误他会帮你过滤掉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什么呀 呃,这个,这些错误 就是如果你将来,如果显示是什么 这个NA,这个not available,就是如果里面没有资料,或者是这个value的错误啦,或者是这个 参照错误,reference 或者这个好像是数计算错误,或number等等的 只要是这些,显示这些错误 你如果要把这些讯息呢 过滤掉,或者是说转换成别的东西的话,那就可以用这个if ir这个 这个函数帮你去解决 所以以后你如果你看到 像这个,这个也蛮常见到的 这个 这些有没有 都可以用ifir来帮你过滤 OK 那怎么过滤啊,其实 方法一,就是先把它 插入函数里面,记得找到逻辑 他是放在逻辑里面 放在if的下面 所以其实还蛮好找的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要给两个参数 value value就是你刚刚那个错误的资料 第二个的话,如果value假设是错误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value是正确的话 他就 等于是 跟原来一模一样 OK 那也就是说呢,这边 所谓的value错误是指的就是 如果他里面是放这个东西 你要做什么处理 诶,那我们就做,把它转换成空字串 就是没有东西 里面就空掉 或者说你要怎么样 诶,那个什么,你也可以显示说 诶,刮壶内 没有刮壶之类的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因为这个东西 一般人看不懂 你可以把它转换成别人看得懂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 范例是 比较简单 把它转换成没有东西 那转换成没有东西怎么做 第1个 ifl 这个 第2个的话呢,value就是 把值给他 比如说f2 第3个呢,如果错误的时候 他是错误的,没错 然后给他双引号 当然你也可以打一些讯息 比如xxx 他将来会显示就xxx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 简单一点 给他没东西按确定 好,你会发现 因为我这边的公式是如果他里面 有 错误的话 给没东西 那如果说里面没有这个错误的话 像那个下一个栏位的话 他就会一样显示原来的东西 不会有影响 OK,往下填 那你会发现 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可以把那个value的部分给过滤掉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这个 公式 这个格子里面 那应该要放 总共会有四个阶段 四个阶段 那等一下请各位 试试看 请你把什么 这四个阶段 一次全部做完 一次要全部做完 OK,应该 我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行 你就分四次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是做一次 那做一次的话 基本上 有没有,你可以 这边就是 从里面 密的 我们从密的看 密的的话 基本上就是 一样 这个 然后这个是 这个 后刮壶 有没有 实际上就是后面 这个后刮壶 那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就是 外面是一个密的 然后里面的话 就是去找 这个字串里面 然后从哪个字开始 加一这个是前刮壶的位置 加一 然后这个是 那等于是全部把它放进来 然后最后的话 再把它刮壶 ifl 然后逗点 双引号 不过这个难度可能会比较高一些些 我可以同学 可以先试试看 那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说我要从头做的话 我可以 我可以分阶段来做 比如说我可以先什么 先插入一个函数 先去找什么 一样用文字函数 其实 一般如果解决像这么长的 公式问题 通常都是分阶段来做 怎么说呢 第一个我先把它找 钱刮壶 然后find这一个 按确定之后 那我先做好一个之后 再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再去插入第二个 就是外面 它的外面应该是mid 所以在外面一层是mid mid的里面 一样找这一个 star number的话 把刚刚的东西贴上来 加一 因为我知道那个 钱刮壶的公式 是要找加一 从打一个字开始 然后呢 再来就把它再贴上 不过 是后刮壶的位置 所以把这个公式的 这个钱刮壶嘛 把它改成后刮壶 剪掉什么呢 刚刚的钱刮壶位置 再剪一嘛 那这样不就怎么样 可以找到 我的 切出我要的东西 不过会有value错误 那第三阶段是什么 再把这个剪下 再插入函数一次 再到逻辑里面 有没有 去找到ifl 然后再把刚刚的那个 我们刚刚的东西贴上 如果有错误的话呢 就显示空置串 如果没有错误呢 就显示原来东西 按确定 好有没有 没有东西向下填满 OK的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是把 刚刚的动作分解给你们看 所以你说 哇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可以一次 做这么长 我跟你讲啦 没有那么厉害的啦 没有人说一次从头打到尾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这样一次打到尾 那我是 很佩服 我不是这样做的 我都是先从里面 慢慢往外 往外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剪下来 贴回去 剪下来贴回去 所以 你会看到那个公式 哇长到 我已经 看都看不懂 里面到底在做什么 实际上 我想啦 应该都是分解的 不可能说你一次 可以做这么长的 那做的动作基本上 以后如果你看到人家做好的 你要分解的话 基本上也可以 先从里面的公式 先去了解一下 他这个东西 到底是什么 然后再往外推 再往外推 再来就是 MID 然后再往外推 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 去 学习他怎么做 你可以 也是从里面 一直做到外面 这样你就OK了 不然的话 像这么长的公式 说对一般来说 其实是 非常大的障碍 不过这些东西呢 诀窍在这里 但是再来就是熟练度啦 你如果也不熟的话 说真的 你要把一个问题解决 最后可能你还是会 回头去用 土法链钢来做 不过这东西做完之后 你会了 你绝对不可能 说再用 土法链钢的方式啦 像刮虎你说现在 你还在那边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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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那我想你应该不会这样做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一下 最后完成的公式 我也把它贴到白板 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 如果 云南白板上面的公式部分 另外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个部分呢 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 加快你的那个 就是 VBA部分 有没有 有没有办法 也是一键完成 或者是说 可以 用那个 置零函数部分 呢